玩史上第一面金牌 好 可以了 你放出去每一支旋的動線都會一模一樣 如果你只有像我原本的一點點 有時候滑比較多有時候滑比較少 放箭出去的旋它就會路線會不一樣 可能會變成一種阻力對不對 反而會影響你放箭旋打出去箭飛左右影響非常大 不穩定 所以在這個一點裡面你可能會不會專攻這個武器做行程嗎 我比較不會再去修了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身體 每個人身體適應的東西不一樣 我覺得有時候去強迫你改變你身體不適應的東西 那是我覺得如果你改過來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改過來就是不好 就是一個大好大壞 了解 所以我覺得與其改不如把自己擁有的東西 自己習慣的東西再去加強 我覺得那會更好 就是輕鬆捕捉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個跟那個林教練 就是溝通的 對對對 因為林智玲教練他也覺得說 我前幾場的狀況真的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會希望既然我有我的想法 那就尊重照我的方具設 對對對 我會其實最主要就是不管你成績好壞 你是不是可以享受快樂的去做這件事 對我覺得教練給我的想法就是 他其實對我的成績不會要求太多 他反而是希望我在這條路上可以學習到 是以快樂 然後以輕鬆的方式去在這條路學習還有成長 對啊 其實亞運這次的成績 其實亞運這次的成績我也蠻意 我也蠻意外對 可是我在場上就是 我在場上其實就是 抱持著感恩吧 對 知足感恩 我站在這邊射箭我已經很快樂了 對然後專心把每支箭去做好 就就好了 對我其實沒有去多想 沒有壓力嗎 壓力是一定有 對但是 我不想要讓教練失望 我也不想讓自己再一次失望 對當然是盡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去做 那這次比賽之後 你人生的經驗 我覺得有點像是 逆轉人生吧 對因為 因為這一次 我覺得這一次最大的經驗就是 對我的未來 對我選手的未來 這是一個 因為其實 到大學畢業之後 很多運動員 可能成績沒有很突出 那他們可能就 沒有繼續當走選手 運動這條路 我覺得這很可惜 對但是 如果今天我在這條路 有一點 比較好的成就的話 那 我會覺得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繼續再試看看 再拼下去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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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